嗨 大家好 我是影子 今天的絲絡放舟影片中我要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耳蓆說單卷深淵地牢1340等的關卡 也就是這一個關卡 這個關卡也是目前北美版本深淵地牢的最後一關 那在普通難度是1340等 困難難度是要1370等 這兩個難度你每週只能進一次喔 所以如果你這個禮拜打過普通的 你這個禮拜就不可以打困難的 所以能打困難的關卡盡量就打困難的關卡 因為困難的關卡你可以拿到製作金裝的材料 而且還會有金手勢 在普通難度你只能拿到紫色的手勢 那我今天這個影片的素材來源 是我在打困難難度的素材 困難難度跟普通難度大部分的機制都一樣 只有在第二隻王的時候有一個機制不同 等一下我會提到 好首先就是第一隻王這隻青蛙人 這隻王有一個機制他會在戰場上放出一些圖騰 像這個圖騰 這個圖騰呢如果你看到一定要打爆 因為如果沒有打爆的話 這個圖騰將會幫boss增加攻擊力或增加他的防禦力 但是你要打這個圖騰 你一定要確保在幾秒鐘之後會有人救你 因為你在幾秒鐘之後將被石化 這邊看到 那你身上就會有一個紙條 跟以前的其他關卡石化的意思是一樣 你必須要有一個隊友來救你 所以記得把圖騰打完之後呢 趕快跑到隊友旁邊 或者是跟隊友喊一下說來救你 好再來第二個機制就是火焰場地 在剛開始打這個boss的時候呢 並不會有火焰的場地 但是打到一半的時候呢 boss會召喚火焰 整個場地都會有火 然後在boss的周圍呢 會出現一個水屬性的範圍 只要在這個水屬性的範圍內呢 就不會受到燃燒的傷害 所以如果出現火海的時候呢 盡量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水屬性範圍內 但是只有一個招是boss使用的時候呢 要出他的水屬性範圍 就是這一招 他會持續轉好幾下 他這個轉好幾下呢 如果他周圍有人的話呢 會害到隊友 因為boss接下來會使用這個大範圍的攻擊 傷害非常的痛 而且範圍非常的大 那如果他在旋轉攻擊的時候呢 他的範圍裡面並沒有玩家的話呢 他就不會使出最後一招 這個最痛的傷害攻擊 那如果真的有人在範圍內被打中的話呢 其他人在外面呢 如果你有看到有人在裡面 記得帶個沙漏 或者是要跑到地圖的最邊邊 因為他那個攻擊的範圍非常的大 你必須boss如果在最左邊 你要跑到地圖的最右邊 你才可以閃掉他的攻擊 所以大家盡量在他轉轉轉的時候 絕對不要在他的攻擊範圍內 盡量都往外跑 跑出去幾秒鐘是沒有關係的 好最後王快死的時候呢 王會在他的前面放出一些 像披薩形狀的攻擊 就是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呢 你要靠他越近就越好閃躲 因為他是一個扇形的嘛 所以你看到他很近的時候呢 你只要移動幾步就可以離開他的攻擊範圍 好再來到了第二隻王 也是這個聖獸 在困難難度下 這個聖獸一進場 他就會進入狂暴狀態 這個跟普通難度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唯一一個困難難度跟普通難度不一樣的地方 那要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在狂暴狀態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血條下面 有一把劍的buff 那個劍的buff代表他的攻擊力會一直增加 打越久呢 他的疊的層數就會越高 像現在這邊已經疊到第三層了 那我們要怎麼解除他的狂暴狀態呢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讓他破防 也就是我們要把他血條下方那一條紫色的防禦值 把他打完 另外這隻聖獸剛開始會有兩個屬性 一個是風屬性 一個是雷屬性 那我個人認為風屬性的招式比較好閃躲 因為他的所有招式呢 都會提前給你一個紅色的攻擊範圍 那你就可以提前做閃躲 好這邊就是風屬性的大機制 他會在戰場中間呢 放出一個可以行動的範圍 然後我們要站中間看一下 王接下來的攻擊順序 這一次的攻擊順序是右中左中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照著他這個攻擊順序走 就可以閃掉他所有的攻擊 他每次攻擊的順序都不同 但是呢他絕對不會有從右邊直接下一個攻擊 跑到左邊 你的走位呢一定就是上中下 或者是左中右 就是他一定是連在一起的 他不會有上然後直接接下 或者是左直接接右的這種機制 所以其實用走的就可以閃到他的所有攻擊 所以風的機制很簡單 只要看清楚記得他的順序 很輕鬆就可以閃過 好再來是雷屬性的機制 那因為我在打的那場戰鬥中呢 並沒有看到這個機制 所以我這邊在網路上youtube找到一個影片 那我就借用他這個影片跟大家講一下 這隻王在雷系的時候他唯一一個會滅團的機制 在這個機制下呢 戰場上會出現非常多的攻擊範圍 我們要全部閃掉 還會有電球一直追著你跑 這個電球呢如果碰到你 你會被併生非常的久 所以如果被碰到幾乎就是全滅 然後接下來在戰場中間會出現一個圓圈安全範圍 我們必須所有的玩家都跑到安全範圍內 才不會被直接滅團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任何一個人死掉 屍體在他的安全範圍外面的時候呢 就一定會全體滅團 所以在往轉入雷屬性之前 如果有人死掉的話呢 這一個機制幾乎是沒有辦法過的 除非他安全範圍剛好刷在那個屍體上面 所以打這隻盡量不要死啊 因為死掉的話呢很容易拖累隊友 那在普通難度下呢 因為剛開始沒有進入狂暴嘛 所以呢王會在前期就會放一個Stagger盾 就是他的腳下會有一個橘條 我們要把他破防 如果有成功破防的話呢 王將會從風屬性轉為雷屬性 或者從雷屬性轉為風屬性 看他本來是哪個屬性 那如果沒有破防的話呢 王就會進入狂暴狀態 那因為在困難難度 剛開始打的時候呢 王就已經是在狂暴狀態了 所以就沒有這個Stagger 要破防他的機制 好在王快死的時候 王會飛到場地中間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清楚他頭上的形狀 他頭上會有一個標誌 像這個標誌呢就是四角星 那我們就必須要找到旁邊有四角星 跟他一樣的圖案去佔 他這個攻擊會持續三次 然後這一次是六角星 我們就要佔六角星的位置 那最後一次的圖案呢 絕對不會跟前兩次一樣 所以他剛剛出現過四角星跟六角星 這一次最後一次一定就是八角星 他的順序會變 只是不會重複 好那在這個階段結束之後呢 王會黑化 黑化也就是最難打的階段 因為黑化下的王會放出風跟雷的兩種攻擊 所以他等於現在持有兩種狀態 我們必須要一直閃躲他的攻擊 然後順便對他造成輸出 在這個階段下呢難度會提升非常的多 但是因為他這邊寫少啦 所以大家就是要撐過這段時期 他的攻擊呢 大部分也都有紅色的攻擊範圍 有提示你 好啦以上就是目前北美版本的 Obeso Dungeon 深淵地牢的最後一關打法 如果覺得我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分享並且把小鈴鐺打開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Desco群 一起討論這個遊戲一起組隊 那我也會把Desco群的連結 放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